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们大家好 今天用茄子来做一道好吃的美食 先将茄子去敌 再将茄子削皮 再将茄子切一下 再将茄子腌制一下 少放点盐 用手将它搅匀 腌制五分钟 碗中加入50克的面粉 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椒盐粉 加一点胡椒粉 加入清水 搅拌搅拌 搅拌成这种树状之后 打入两个鸡蛋 继续将它们搅拌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热锅倒入叉子油 再将腌制好的茄子放进去 沾上一层面糊 沾上一层面糊 将它放入平底锅里面 小火慢煎 一面煎好后 给它翻面 两面都煎好后将它夹出来 将煎好的茄子摆入盘中 再配上自己喜欢吃的酱汁 一道好吃的煎茄子饼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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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